一花以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常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老祖宗留下的话是多少代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积累 这些话痛俗易懂,浓缩着老百姓的智慧结晶 而又值得玩味 下面这九句话可谓说尽了人生滋味 一,宁吃过头饭不说过头话 意思是说,烧过头的饭再不好吃 但也是可以吃的,因为吃不死人 而过分夸张的话却不能随便说 因为话说过了,是会招来祸患的 古人说,口能吐玫瑰也能吐吉利 人生的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常常都是由口而发 所以,修炼口德,说话有分寸 才能好运多多 弘英大师说过 修吉以修心为要 设事以圣言为先 说话有分寸,是一个人最高的修养 二,弃人是祸,饶人是福 此言出自唐代旅言的劝世文 选自旅组制 意思是说,欺负人会招来祸害 原谅别人的错误 待人宽后则会带来福运 正如一句师所言 莫要欺人种,虚防报应身 欺负他人不仅是内心懦弱的表现 也并不能为自己带来丝毫容忽 反之,人生最大的美德是饶恕 宽容他人也是善待自己 心有多宽,路有多长 北宋旅学家邵康杰先生曾说 有人来问我,如何是祸福 我亏人是祸,人亏我是福 先如一有识约 从来天运总循环,报应照章,善恶见 多几分良善,少几次计较 人生自在,天地宽 三,百律输一旺,百巧输一成 语书清代故图和任运 意思是说,考虑再周密 若有疏忽,也可能导致失败 记忆再精巧,若缺乏真诚,也无法成功 因此,做人当认真,更当真诚 认真是成功的秘诀 真诚是成功的基础 中国有句古话,真诚是玻璃 谨慎是钻石 只有像玻璃一样透明 真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做人顶顶要在一个真字 真于认真,认真的人不会输 真于真诚,真诚的人走得远 四,乱麻必有头,事出必有因 这句话是出自季晓兰的月威唐笔记 意思是说,任何事物,不管看起来多么复杂 都有内在的因果关系 因此,很多时候,做人不必太急于求成 要学会等待 等待恰之因为条件不成熟 正如铁树千年才开一花 心急撤不了热豆腐 很多时候,做人也不必太多抱怨 须知,你当前所承受的果 苦也罢,甜也罢 都是你之前种下的因 因此,若想日后都是彩虹 为今只有风雨兼称 五,善有者逆,善欺者多 此话出自怀男子道勋 俗话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摔下马的,都是会骑马的 这世上从来没有万无一失 而人最容易在自己擅长的地方摔跟头 要知道,你所认为你最擅长的地方 往往就是你的缺点 《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话 善为是者不武,善战者不怒 善胜敌者服也,善用人者为之下 人要学会隐藏锋芒 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恃无恐 因为琐事之物都有一变的因素 不见得牢固 反而会在关键时候成为你的绊脚石 所以,任何时候都当权力以赴 小心走善 才能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和祸患 六 一根筷子容易折,十根筷子硬如铁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 一个篱笆三个庄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一世独立 再强大的人也需要帮手 中国还有一句老话 一朵鲜花不是春 万子鲜红春满原 一个人能力再强悍 终归也是势单离谱 但如果能聚集起一帮志同道合的人 就会成为一股可以改变很多东西的强大力量 任正非曾经说过 一个人不管如何努力 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步伐 更何况在时事爆炸的时代 只有组织起数十人 数百人 数千人一同奋斗 你站在这上面 才摸得到时代的键 所以 从来没有一个人随随便便的承诺 人生需要帮手 合作共赢 此乃生存之道 七 灯长波才亮 刀长波才快 俗话说得好 一行天下无难逊 琴波灯 灯就炒亮 琴磨刀 刀就锋利 我国数学家华洛庚曾说过 琴能捕捉是良心 一分辛苦 一分财 水滴石川 非一日之功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功成名就 从来就没有捷径 也没有人 仅靠天赋 就能成功 唯有勤奋和汗水 才能浇灌出 灿烂的理想之话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远的路 请记住 到达人生顶峰的 唯一路径 就是脚步停歇 不断地 往上 瘫爬 八 好言 难得 恶语 一诗 此句 出自曾广闲闻 以与人为善的态度 说人一句好话 这是很难得的 以不好的态度 说人一句坏话 这倒是很容易的 但是 永远别忘了 扬言一句 三冬暖 恶语伤人 六月寒 人生最好的修养 就是学会好好说话 不说虎话 不说人坏话 不说诋毁人的话 与人相处 你的说话态度 代表了你的内心修养 也能够看出你的人品 与人交往 始于颜值 忠于人品 如果你的人品不好 别人也不愿意 说跟你来了 或从口出 好好说话 才能让自己 减少没必要的麻烦 也能获得 别人的知识和尊重 与人相处 要注意说话的封寸 说话办事 三思而后行 不要说不负责的话 更不要恶语伤人 每个人其实 都要听好话 人与人之间相处 没必要因为小事 而上了和气 学会好好说话 才能让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保持和谐 特别是在过年期间 跟家人和亲戚相处的时候 对于他们问我们的问题 找我们聊天 即使被问到自己 不想回答的问题 也没必要去对别人 而是对人有礼貌 没必要跟他们找 以前母亲对我说 大多数相亲跟你聊天 其实并没有恶意 他们只是觉得 你是某某某的孩子 很久不见面了 碰着不说话又不行 但又不知道跟你聊什么 就只能这样问 或许我们过年在家的时候 都会遇到很多亲戚 来盘问我们 做什么工作 工资多少 有没有对象了 等等之类的话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不能去讨厌别人 更不能对人没有礼貌 而是热情地敷衍一下 就过去了 反正你跟他们一年 也见不了几次命 不说话不合适 说话不知道该怎么说 避免不了很大 其实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事情 没几个真正 把出一地的重心 放在你身上 除了你父母 人嘛 别把自己当回事 也别太把别人当回事 适当地去回应别人 对人友善一点 这样才能够避免矛盾的产生 其实 亲母好友的问候 并无恶意 更多的是 想表达 关心 找些话题 听着 敏感 觉得不愿意 解查 只需要客气的 敷衍究竟好了 好好说话 耐心 倾听 互相尊重 礼貌你我 就是做人的 最好的修养 九 虚昌 和顺 虚为善 要振加生 再读书 语出增广闲闻 想要家庭昌盛发达 和平顺利 必须要与人为善 多做善事 想要振兴家族声望 让家族发展得越来越好 要多读书 这句话充分诠释了 良好的家风的重要性 古与有云 天下之本在家 而家之本在于好的家风 家风是一种 潜在无形的力量 它会对每一个家庭成员 起到润物 戏无声的教化作用 家风是一种 无言的教育 无字的点击 无声的力量 所以 好的家风是什么 良善是基本底线 读书是长远发展 戏属我国那些 世人景仰的名门望族 总结他们的家风 或许各有不同 但都离不开善 与书的基本框架 所谓诗书传家园 中后即时长 大敌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